抗美援朝斗争英雄杨根斯说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请谈一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先了解一下题目的背景 杨根斯是抗美援朝的烈士 1950年奉命执行攻占并坚守小高岭阵地的任务 率领全排顽强抗击 接连击退了美军八次进攻 当敌人发起第九次进攻的时候 杨根斯命令通讯员把重伤员背下阵地 又命令机枪手把打光子弹的重机枪撤下阵地 自己孤身一人坚持战斗 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以后 杨根斯埋伏在高地上 当美国兵快到山顶的时候 他抱起一个炸药包 拉响导火索冲向敌群 与40个敌人同归于尽 电影《长津湖》把这一幕搬上了一幕 而题目当中要我们理解的这句话 也是著名的三不相信精神 这道题要达高分 需要我们用3F审理法当中的聚焦 聚焦这句话背后的精神内核 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 时代虽然变迁 任务困难和敌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但三不相信精神的内核永不褪色 那就是忠诚 胆识和担当 把握好这个内核 这道题的基调就不会跑偏 下面我来回答一下做个参考 让红色精英代代相传 是领导人的阴阴嘱托和期望 在这个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新时代 红色精神必须得到坚守与发扬 因为它清晰的告诉我们 今天的中国从何处来 又往何处去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这三不相信精神是宝贵财富 战争时期是战胜强大敌人的思想武器 在新时代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 抵立前行的强大动力 三不相信精神归根结底 是我们在新时代征程里 要继续弘扬的忠诚 胆识和担当 一学习三不相信精神 坚定赤诚之心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奸 单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时刻铭记 历史和人民的嘱托 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政治立场 在千模万机之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组织纪律 在奋进的新征程上 书写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二学习三不相信精神 磨练过人胆识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要学习前辈英雄 锤炼自己想常人不敢想的胆量 坚定自己做常人不敢做的自信 以敢想敢干的见识和专业专注的智慧 练就战无不胜的过硬本领 多思考 多实践 多创新 形成新颖独特而有效的工作方法 三 学习三不相信精神 担当时代重任 杨根斯弹尽良绝 一人苦手阵地 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人在阵地在的蒸蒸誓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引下 我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起跑冲刺 为民造福 为港尽职 体现担当 我们要自觉传承三个不相信的精神伪力 始终做到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不忘初心 砥砺奋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 以上就是对于三不相信精神的理解